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周报 第二季半年报公布之后 大家开始在检视 现在个股的本益比位阶 是否处于一个合理的水位 所以如果从财报来透视 股价未来的成长性的话 下半年有谁还能够逐迹走扬 而全球半导体都在消化库存 但是半导体的隐忧 到底要发挥到什么时候 接下来今天我们也要从各国 现在比拼研发成果当中 带大家来关心 到底半导体的库存消化 需要花多久的时间 讲到库存消化 现在因为终端需求 这个一直持续的萎缩 所以影响到各行各业 去化库存的压力逐渐升大 那是不是代表了 第三季真的没有旺季可期呢 今天现场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来欢迎的是孙嘉明 嘉明你好晚安 小玉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嘉明今天要从营收月成长的角度 来帮我们追踪一下 在下半年也许产业能见度 会比较高的公司有哪一些 再来我们欢迎的是高子序 子序你好晚安 小玉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子序也要针对了在整个半导体的 全球战略布局当中来看一下 台湾的半导体不管是在先进制成 或者是在成熟制成这两大块 这是不是真的借由股价涨上来之后 力空能够慢慢的顿化 好我们就先请嘉明来到纪念之前 带我们来关心一下 因为第二季的财报公布出来之后 的确看到了很多的股价 开始在反映了哦 大家会看原来他的财报数字没有这么差 那股价是不是跌过头了 所以吸引了市场上的资金重新关注 所以今天嘉明呢 也帮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大的专题 要来从营收成长的角度来关心一下 上半年好难道下半年就一定会好吗 对上半年好下半年不一定好 这大概是我们这一次从这个 营收观察的一个观察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当然可以从你刚才讲到的 季报这边的表现来做一个开头 其实大家之前担心下半年度 整个消费型电子开始整个动能会减缓 动能减缓之后大家担心嘛 就开始杀 杀完之后 当然回过来看一下 好像第二季没有这么差 就开始呈现一个反弹 那当然第二季已经出来 接下来你就要看一下下半年度 甚至看到明年度 那消费型电子有些人在讲 可能到有整个库存调整 要到明年第一季 甚至到上半年度 台积电也是这么说的 对所以那有保守的讲法非常保守 所以在这边大家都会游行 可是财报一公布 大家可以暂时喘一口气 接下来就是接下来的财报 就第三季的状况 那你看第三季的状况 就越营收比较快了 营收比较快出来 所以我们就试着从越营收角度 去思考说哪些个股 或哪些族群 未来将比较有表现 那这些趋势里面 我们看好强的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比较主观 比较直化的方式 去思考下半年度怎么样 甚至到明年度会怎么样 那从这角度 我还是要先开头跟大家讲 因为大家刚还一直 我们开头就跟人家讲说 我们看的是越营收 其实我们不只看越营收 我们看的是7月的越营收 7月的越营收 其实在8月初的时候 就已经公告完毕了 那单纯只看7月份 其实那个动能没有这么 很难找到一个动能 因为才刚刚进入下半年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7月反正已经公布了 7月好也不代表 未来要好 然后接下来我就是 有一个动能 可以从个地方思考 就是如果你要找越营收 你单纯看完越营收 你要看双成长 哪双成长呢 就是年成长率跟月成长率 那年成长率的想法很单纯 我去除掉季节效益 就譬如说我今年的过年 跟去年的过年比 这样合理吗 如果我今年的 我三月份跟二月比 就不合理 因为三月份如果成长 比二月成长 这理所当然的 对 因为二月份工作 天数比较少 又刚好碰到工作 又刚好碰到过年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会先从年成长这边来看 我整体来说 去除季节性效益 它是呈现一个成长的 那如果从月成长角度呢 假设我在过年的时候 我二月份都比一月份更高 代表什么 增长动能强劲 对 所以这种公司 大家要格外留意 那另外一件事情 除了这个双成长之外 那接下来就是 如果它一直组约成长 那这种公司 就是动能更为明显 那代表说它延续的动能 就可能会存在 那从这边来看 如果假设数月双成长 那数月到几个月 等一下我就跟大家讲 讲一下我们的思考方式 那接下来 这双成长拿出来之后 我挑出来很多股票 那其实也是大海挑真 它成长什么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就试图用 比较人为的方式 出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把它分成各个群组 把它看看各个群组的整个数量 从量的角度去思考 它为什么成长 那假设有一个族群 譬如说这是我们做到一个族群 就是车子电动车 那成长的加速有8加 那代表那个就是一个趋势 那接下来你就要思考 那车子跟电动车 常见趋势怎么样 那好 那我们先回过来 我们上一张字卡 那我们这次走的时候 其实慢慢的从单月来看 假设我们看7月份 双成长股票 大概只有168加 很难分类嘛 对不对 可是我就慢慢从 6月份也成长呢 那5月份也成长呢 连续3个月成长 总共有59加 那做出59加之后 我就让有一张 那个柱状图 就可以让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分类出来的结果 这个结果其实很单纯 在整个车用跟电动 结果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法 我把电动车跟车用的部分 混在一起看 所以原则上 整个车用的族群 表现起来是相对相近 过去3个月成长的加速 就高达了8加 是明显的一个族群 那另外一个销售旺季 那零售旺季什么 就大家就想到 从端午节到中秋节 什么股会最好 食品股会好 包财股会好 为什么食品股 跟包财股会好呢 那这个时候是消费旺季 所以这些相关个股就有5加 那接下来 这个就很明显的 苹果 苹果就这一段时间 大家在讲的 苹果新机即将发表 过去的经验里面 苹果只要新机发表 前一波一定会有两波拉货 第一个它发表之前 订购之前 会有第一波拉货 预购潮 对预购潮 预购潮之间的备货潮 那备货潮现在看起来 有5加在入列 其实表现相对的强劲 那接下来就是仿制 我们点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个别题材 因为这个时候 夏天要出秋天跟冬天的衣服 衣服比较厚 ASP比较高 营收理论上比较高 可是它其实有一些 比较杂音的地方 等一下我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 接下来就是在封测的部分 封测其实有入列厂商 虽然它都是封测 但是它的方向走向不一样 那等一下我就要把它拆解开来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你一定会想说 为什么只讲这个呢 检测设备 那个方向比较不一样 那检测设备我们担心 担心下半年它动能会稍微趋缓 因为毕竟消费型电子这边趋缓 后续它一些先前的地缘订单 慢慢的进来之后 那下半年度可能能见度没这么高 那剩下航运的这部分 就是明年度的报价 如果大家去思考 比如说集装箱的报价 可能从高档会划下来 所以这可能我们就暂时先不要看 那一样我们回过台 我把大家做分类 有些重要的类别 我们这张字卡其实有跟大家说 我慢慢的跟大家说营收双成长个股 第一个要看些什么 你在电动车里面虽然有八家 我帮大家挑出来三家 那其中三家这两家跟充电庄有相关 为什么跟要找充电庄有相关呢 台大电跟信邦这边 其实都有介入充电庄这块领域 大家可以想想想看看 未来的景气比较不好 各国政府为了要刺激经济 他要做什么 做基建 做基建如果我又要让电动车补及 做充电装 不管是美国或中国大陆 这边都有相关的政策 以胜这边最主要是受惠整个车 电动车的出货的状况 如果电动车出货往上走 当然以胜的营兽也会往上走 电动车的长线的趋势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传统旺季 像统一 统一超 红拳 那今天我稍微点出来是统一跟红拳 那当然看统一的时候 是看整个避险概念 或者说未来假设 真的景气比较不好一点点 资金应该会找一个避险的地方 像统一这种 β值相对比较低 它现在股价又快回到 先前起涨点的位置 这种个股就可以留意 红拳这边最主要是这一段时间 夏天嘛 它这个旺季效应 它股价确实慢慢的一路点高 就表现蛮漂亮的 那这个当然不止今年可以做 明年在下端午节之后 季节性的因素 你也在端午节之后 前后都可以做 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张这个平概股 你一定要看 只是到最后面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看到哪时候 那是不是整年度看吗 还是看到9月份 10月份 等一下我会稍微跟大家 做说明一下 那另外下一张制卡的部分 除了平概之外 层一的这一部分 巨洋最主要是 它的日系客户整个展店 跟付出的速度 确实比卢宏快了一点 那它的客户好 它就会好 风太这边 Nike那一边 Nike其实反映在整个行销策略的弹性上面 确实有比较出乎意料的状况 所以它整个拉货动能 跟它补库存的动能 应该会慢慢的增强 那接下来就风测股 其实风测股那时候两家 除了新权之外就是日月光 那当然我们把新权放在这边 是因为它先前布局网通 跟车用这个领域 那网通车用这一块领域 就是先前表现比较好的 未来受到整个景气影响 比较低的一个set 所以这一段时间 它的增长动能也比较好 那日月光呢 日月光我会把它补上去 是因为它其实算是苹果概念 那这一段时间 如果苹果这边拉货动能 相对的比较强劲的话 那日月光这边的 营运动能就会起来 所以你在看日月光的时候 你要把它思考在屏概股这一块 那反而在新权 你把它想成基建 车用这一块领域 就会相对的比较好一点点 接下来还有后面一些 相关的个股 我对于他们 除了它有一个族群性的题材之外 它有个别基本面的故事 跟它的整个历史本一比的状况 我们在下一段的时候 会慢慢的跟大家做一个 说明跟解说 好 谢谢嘉明 我们先请嘉明回座 那刚才嘉明特别谈到了 大家在对于季报的 这个反应来讲 最近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未来了 因为股价是在反映未来 如果上半年财报不错 难道下半年就能够一帆风顺吗 那也不一定 所以嘉明今天非常用心 帮我们用了筛减法来挑出未来半年 这个比较具有明星向的 也就是说从营收成长的幅度来看 而且不单单是一个月 月营收成长 年营收成长 甚至如果能够连续好几个月 连续三个月 营收都呈现双成长的公司 那是不是代表真的 各个公司的后续的动能力到 专心完成或者是部件完成 整个已经开始在收获了 所以连续三个月 营收都能够越成长 也能够年成长的公司 刚才嘉明先把族群性先分出来了 有的是做电动车的 有的是做车用的 甚至包括了进入了季节性的 这个平概股 手机族群当中 也开始看到了营收在进行成长 那从这个族群当中 先分出脉络之后 接下来在各族群当中 谁又是领头指标呢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再来追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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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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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